第一次跟小朋友一起做节目 感觉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 其实该有一个小孩这么大 但是一直就没有 你可太成功了 你别管了 当然孙超老师真是年轻 而且刚才言谈话语之间 看出你对曹英姐喜爱 那是那女神的 是不是 其实孙超也还算赢家 尤其他父亲 他爸是倒插门 说这干嘛 但是这个 那不说完了吗 我就想说 这跟谁聊天呢 你父亲为了追求你母亲 为了幸福 甘愿倒插门 您这话我同意 对不对 家里条件也好 我们俩在常年在北京嘛 我是北京人 他是哈尔滨人 我是外府的 外府的 父母心疼 超说哎呀别租房了 北京租房多贵啊 是 买一套 买一套在哪呢 东二环 对我们家住那 就是跟全国观众说一下 叫朝阳门 就是咱们那个外交部大楼 后面有一片小区 对对对 很好的地方 哎 价格不菲 嗯 120平米 是我们家这个面积比较大 哎呦 80多平米的公摊面积 我的天 那个户型 哎呦 各位有机会了 那就谈不到户型了 那就 好我们家120平三分之二都摊出去了 不是 平常我们都住电梯里 我们都 不是 紧着你们一家摊 凭什么呀 啊 凭什么 凭我们一家摊呀 不是 你们家条件好啊 条件好 我们家就盖楼盗玩啊 真条件好 你看刚才看那个小王子 大学那些东西 新加小也学 我学啊 学 我知道的啊 都高相声快板 萨克斯 那我会啊 对不对 是是是 还学什么了 小提琴呢 小提琴 还要什么 没了 没了 这就不少了 这也就没学成 我小时候跟人比稍微差一点 但是我学习 应该说比你们这拨孩子好 我那个时候 考一百呢 就是司空见惯 你快等会吧 我的天 你还能考一百分呢 那当然了 我的天哪科啊 三科 三科加一块考一百分 对对对 我的天 平均你就是一科能考三十四分呢 能整除吗 哎呀 咱俩聊个别的吧 这个走进我知识的盲区了 本来就是 那坐会儿题多难啊 能有多难呢 小孩的 哎呦 不像现在的小孩 先家里小 我们那儿坐会儿题很难的 是啊 我的谁谁谁 哦 这您怎么写的呀 啊 啊 我的语文老师 哦 直接写老师 当然你得拍老师马屁 哦 对不对 给你读一下 我不想听啊 那不白说了吗 不是说人生家怎么改作文呢 基础好 你先听这基础 我还非得听 当然了 必须听 真想听 我的语文老师 我的老师二十八岁了 是一名不满三十岁的语文老师 哎呦 等一会儿 怎么了 哎呀我真没有想到 第一句就得拦你 干嘛 前面已经二十八岁了 不满三十岁多余 知道吗 怎么了 多余 啊 我的老师二十八岁了 是一名多余的语文老师 哎 我呀 我说不满三十岁多余 没说老师多余啊 啊 想知道 我的老师二十八岁了 是一名 年轻漂亮的语文老师 干嘛 你等我夸你呢 哎 你写这破词你骄傲什么呢 往下往下 还挺美 我天 是一名漂亮的语文老师 嗯 他长了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 美美 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 我天 怎么你们老师是猴精 这是什么 我问一下 你老师从你身边走 不掉头皮吗 那什么意思吧 一头 一头不完了吗 横开 我的老师二十八岁了 是一头语文老师 哎 一头头发 一头老师不还是猴精吗 对对对 干脆 我们去唐诗形容他 还会唐诗 真是田径四郊 花罩水 下一句 除了毛的凤凰 不如鸡 可以了 今天就要结束了 那当然不可能了 那什么词啊 我人生到那时候 能结束吗 小时 后来我还成长 你又成长了 当然成长了 听一听啊 后来不断的这个初中高中大学 尤其大学 哎呦 当时四年 然后留校查看 哎呦 不是不是 留校任教 他妈实话还出了出来了 哎呦 留校任教 然后就寿博联读 哎呦 后来毕业以后 那应该算是赢家了 但是咱那领域不太一样 哦天 你中间这一段没赢啊 中间这一段没输过 但是就在 这个道路上 之前不是说相声的吗 嗯嗯 我们在哪上班的 就当时我是白领 白领的吗 或者你现在这领的 可挺白的 那当然了 我们在哪呢 这是哪里 CBD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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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们的 哎呦 那种感觉 我觉得现在 尤其跟你们的说相声呢 包括你 哎呦 在一块 真的 那种感觉 跟你们在一块 我觉得蛮low的 蛮low 真的 当然我们进入 就是那个 进入写字楼 进入office 一瞬间 哎呦 那个feeling就不同了 真的 我觉得再跟你在一起 你就蛮low的 你看 你上哪上班 我不知道 这是你们的 就是说话 这都是这样 娘们唧唧的吗 都啊 就那种feeling 哦 就平常都这么说话 对 看您甭说那个 知道吧 别你赢不赢的 当着大口的面 来整段的 我们听听 可以啊 哎呦 当时一句office 哇 feeling就不同了 就感觉不一样了 哎 哎 嗨 Tom 嗨 Jerry 这个我看过啊 这个啊 这是那个猫和老鼠 是不是啊 那号抓的猫 啊 他们是我们男同事的名字 那你同事也没有什么文化 起一个猫的名字 嗨 Tom 嗨 Crystal 哎 等等 这个是谁啊 女生叫 Crystal 这个好听啊 这个 嗨 Crystal 很高兴呢 我们马克里的同事 哎 等等 这个词啥意思 Marketing 市场部 哦市场部 对 哦 很高兴呢 我们马克里的同事 能够在一起 大家平时都是 2BJ的状态 哎 等等等等 那个2BJ 啥意思 推忙 推忙 哎老师 你不觉得就是 你这个解释 有点太接地气了吗 有点 大家平时都是 2BJ的状态 我觉得今天 在一起还蛮难得的 我们应该总结在QE的问题 哎 等等等等 你早说QE 我早明白了 早知道得了 你是那个4S店的吗 啊 就4S 汽车那4S店的 你看你不卖QE吗 嗯 完了那个 汤姆卖Q7 玩什么偷 玩他是什么前台 什么用 你帮我拿来工作 QE第一季度 凡是也能够解释 来说是是 应该总结在QE的问题 应该说QE来 Macintone同事还蛮努力的 尤其在idea方面 哎 等等等等 那那idea啥意思 招 招 嗯 不是 其实就是你说的 稍微高级一点 我能听懂 听懂吗 尤其在idea方面 还是蛮OK的 当然同时我们有些问题 就是我们的费用的 显现没有cover 哎 等等 那个什么费用 没cover 钱不够花了 哦 你看人那个解释 都那么直白 当然不能在QE说 简单的 哎 等等 你以为没完啊你 周伟伟伟 问呐 哦 哦 copy啥意思 用缘来的 还不玩 别说了 不能copy QE的idea 当然是什么 One Team的一个问题 具体的个人 Crystal 在做Proposal的时候 总是不注意 自体跟格式 仗不能体现 Marketing整体 Professor里面 这个Marketing 在公司还蛮重要的 我希望在QE 即将结束的时候 能够帮助Siles 完成他们的KPI 让在TeamBuilding上 一个beautiful的成绩 拿着跟大家share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这个One Team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 Thank you 这个说的有点意思 真的有feeling的 我问一下 这最后有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完事你们完了 就得一起晒一会儿 晒一会儿都黑了晒一会儿 晒一会儿 分享 对 你比如说人这么说话 是挺高级的 当然了 但你别看 你别光在单位这么说呀 比如说你看 你回家 你和你爸爸也这么说话 我有病啊 这怎么说话 回家 见我爸蒸做饭了 Hi Tom 你爸爸也是猫 那你爸那算是属于老猫了 你爸 你爸是猫 你爸龙猫 你爸到插门的龙猫 你龙猫 龙猫龙猫 属于是杰瑞龙猫 啥也不懂 嗨 Tom 我在ready dinner是吧 蛮辛苦的 做了什么呢 黄瓜 我这个idea蛮ok的 哥那黄瓜有什么招啊 就把黄瓜割案板上 剁完以后 就拍黄瓜呗这是 我天哪 喊什么呢 Chomachos 西红柿 土豆 豆腐丝 这英文我不会 你不会不说不就完了吗 就炸死他这些吗 什么东西啊 就炸死他这些吗 就炸死他这些 主食呢 主食什么呀 这copy昨天呢 就剩饭呗 我天你们家调就可以啊 妈就是拍黄吃剩饭 汤姆理解的 我知道这么吃的话 费用cover住Q1没问题的 我跟你说就你家这么吃 别说Q1了 Q7都cover得住 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 小见CC给我的妈妈 她的title一向比你高的 当然我能不能直接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今天我回来以后 发现我们餐桌上 找了一些富含蛋白质的肉制品 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猪肉 那没肉就完了呗 我天哪 我爸爸说爱得这样 您爸爸也这么说话 Oh my son 带我儿子呀 比我我干嘛呀 很高兴你能回来 平时就是2B的状态 就推忙 今天各位给surprise 谢谢惊喜 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dinner too simple 我要向你say sorry 对不起呀 但是我觉得你在office说话 蛮久了 我觉得有些刺耳了 我承认 这么吃的话 费用cover住Q1没问题 你看看 甚至有孙子说能cover住Q7 我说 我给陈你爸爸怎么听见的 这天幸福完全可以 写一件CC给你的妈妈 告诉他妈 当然你的问题 现在可以回答你 您说吧 为什么今天餐桌上 少了一些富含蛋白质的肉制品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的 为什么呢 早市猪肉又涨价了 我去你他妈妈 好 好 感谢同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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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